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俩的事啊 跟谁都没关系 只要我活着一天 就会在你身边一天 医生说了 以后你的饮食 一定要少油 少糖 少盐 不是 那啥都不让放来吃啥 咱先把身体恢复好啊 你给我管他什么粤菜 浙江菜 上海菜了 你要是想吃 我去家里给你做 那感情好好 小拖 我听说这个 我的手术费是你掏的 这多不好意思啊 还跟我嫌外了 那每天女婿故意也白叫的 关键时刻得顶用啊 说是不是 是是是 我俩现在是大人了 要开始照顾你了 话总是怎么说啊 但是以后我让圈儿还得把钱还给你 我俩的事你就别操心了 快吃饭 我身体养好最重要 不过话说回来 一天到晚进吃这碗 啥时候能把身体养好呢 小拖 要不这样 你帮我一忙 咱整个越狱呗 咱出去吃点小面的 辣的可不行啊 照顾 照顾 照顾也行 谢谢 明天带你去 对了 就是你说你爸妈是当医生的是吧 对 他们这么忙 你跟我们家圈儿谈恋爱的事 他们知道吧 知道 那就好 那你看 你跟小圈儿你们也谈了一年多了 这都毕业了 那 你俩是不是应该回老家去 看看你们家老人啥的 对 是 行 那好 那好 你工作找怎么样 还在找呢 设计公司不好进 我就一家家试呗 总会有机会 小圆小时候最可爱了 幼儿园的时候 一帮小朋友跳舞 他在中间 上去就摔了一跤 然后他有赌气 不站起来 别的小朋友都跳 他就一直坐在地上 最后别的小朋友跳完了 他再站起来 给台下鞠了一躬 不是 那他怎么长大了就这么凶呢 人都会长大呀 都会变啊 我已经好久没有见过小爷 像这几天一样了 话多了 也爱笑了 可能真的是在家憋久了 他现在在家都不爱说话 我回家 都不理我 你爸妈 是不是对你们特别凶啊 也没 我爸妈 就是没那么有趣 不像你爸 好玩儿 能跟你做哥们儿 你说 你爸妈会不会不同意 咱俩在一起啊 不让咱俩结婚 咱俩的事啊 跟谁都没关系 只要我活着一天 就会在你身边一天 你老瞎说话 那什么活不活的 就咱俩这情况 那不得活到一百岁 行 一百岁